Good morning 女兒 今天其實是星期六 不過因為這禮拜可能感恩節的關係 然後大家都準備開始 就是狂買聖誕節的東西 所以這禮拜的訂單其實蠻多的 所以呢 我今天星期六 剛一早出門 就去寄貨 好多衣服區 好多衣服區 已經露坑了一個 東西 哇 好多衣服區 好多衣服區 你看那邊什麼 Tommy 哇你看我們這個鄉下州 還有 這個是賣最好的枕頭 還有 其實今天根本就沒有要補什麼東西 就為了買一個客人的東西 然後大老人跑來 就會了 這個我前陣子有介紹 Cervet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也都用這個 然後這個可以買起來 這個組合很划算耶 自住結帳 自住結帳 到家了 今天是一個CP值不高的一行程 因為我今天是只為了一個客人 但是因為我平常其實會盡量累積比較多一點 這樣子 因為畢竟我花時間去然後 有油錢啊什麼的嘛 就是這都是成本 所以呢我盡量都會比較 多一點的order的時候 我才會一起去 但是因為這個客人他已經是 三天前進已經付款 所以我就是必須有在那個 必須在那個有效的時間內 趕快出他的貨 就是一種 使命必達一種 你收人家錢就是要付那個責任 的一個型態就是 所以不管我今天如果 時間上是虧錢還是 郵費是虧錢 我都還是必須去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先付錢的客人 對來說就是 就是會有比較無形的壓力 就是你就必須趕快完成它 然後趕快完成這個order 但是這樣當然是最好 因為這樣你也可以 最快的時間內收到產品 那有些客人是可能等兩三個禮拜 一個禮拜那個 我就比較不緊張 但是是到一個月之後才會開始緊張 因為就會覺得說 欸這客人是不是要氣單這樣 回家我就是先來工作室 能出的貨我就盡量出 不過小孩沒有花 然後在看電視 還有他們睡覺的時候 是我最好出貨的時候 把我平常都沒有辦法 自己拿尿布來 還是抽一下臉 你的胖胖 你不撥對不對 有沒有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一些人 by bwd6